北市府小内阁首长再走一人 曾任台北市长柯文哲 竞选总干事的名罪姚立民 他的妻子 北市法务局长杨芳林 周一向市长柯文哲递出辞呈 杨芳林在给同仁的一封信中指出 入府一来他一直以 要专业不要官僚自使 即使承受其他局处等压力 仍言锁当言 也在市长踏上法律红线上时 不断阻拦 他在信中直言 很遗憾在许多个案 还是被理解成有碍市政效率 对抗市长 市府是一个团队 若不能认同长官的理念 政务官本营之所进退 所以向市长递出辞呈 柯文哲上热后 不断有一级首长去职 包括北市捷运局前局长周理良 文化局前局长霓崇华 交通局前局长钟慧玉等人 面对昔日占有的妻子寝辞 这项人事案也格外受到瞩目 北市府说 梁局长有受一个出面的辞呈上来 那因为今天已过了下班时间 那柯市长有表示 这两天会再请梁局长来谈一下 那后续再上完就做收入 生活中心采北报道